近年来中国窃取了各国的晶片先进技术 我驻美代表于大蕾接受了路透社的访问表示 中国是途经由欺骗和窃取的方式 抢来晶片技术上和台湾匹敌 所以支持美国对中采取管制措施 也强调美国协助台湾抗中的重要性 除此之外 瓜地马拉有意和中国发展贸易关系 让台瓜邦交拉紧报 国外交部在7号是重申 继续承认台湾是独立国家 为了晶片的先进制程技术 中国近年来透过挖角 商业鉴谍等方式窃取技术 台湾近期也查破多起 中国涉嫌非法挖角台湾的半导体人才 到中国公司任职的案子 我驻美代表于大蕾 接受路透社专访 也赞同美国对中国采取相关管制措施的做法 余大蕾强调美台是坚定的合作伙伴 台湾透过军购等方式 致力于提高自我防御能力 也强调今年台湾国防预算 占GDP的2.45% 由于中国对我打压不成中断 尤其总统大选后 诺鲁与我断交 另一友邦瓜地马拉 也打算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 经过我外交人员努力 瓜地马拉外长七号重申 台瓜关系 依然承认台湾为主权独立国家 我外交部则回应 期待两国持续在自由民主等共同价值 以及长期友好合作的基础上 深化合作 记得陈阿兴谢其文台的报道